主持人心 要先请博长 南谋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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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节难遭运 我今见闻得受识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知识 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一下课本六十五页 讲到这里 讲到这个记 生死流转中人生最难得 亦犯恨情勇 三次胜诸天 这里讲到人生难得 从两个方面讲 第一个在生死流转中 生恶趣的多如大地土 生善趣的少得如爪上的灰尘 这里讲到六道 六道众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六道众生天人阿修罗第一恶鬼去生 那阿修罗有时候也算在四恶道里面 有时候算在三善道里面 归纳的不太一样 因为以前都只讲五道 后来就讲了六道 又把阿修罗别利一道 不管是五道还是六道 人的数量远远少于畜生的数量 那么六道里面最多的就是畜生道跟鬼道 这是最多的 天道也不多 天虽然有三十三天 就好像这个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的样子 那这个国王顶多就那么多了 这个天人也是这样 他虽然也有很多天 但是天人的数量并没有那么多 六道里面最多的就是畜生道跟鬼道 非常非常多 你看看 刚刚看我们畜生道里面 那个畜生的数量 山里 海里的 那个人是非常的少 所以他这里举了一个批评 这个是佛陀在《阿安经》里面说的 他说这个人的数量 就好像这个指甲里面的土那样 其他众生的数量 山里的道的数量就好像大地的土那么多 这是一个就是一般来讲 就是不可见的 这些微信的众生非常非常多 可见的像人这样的好像爪上土 那可见的里面 畜生跟人也是可见的 不可见的就更多了 看不到了更多 那可见的里面 人就好像爪上土 畜生好像大地的土 非常的多 那就算是生善道了 善道有两个 天跟人 天跟人都是善道 但是生到天上 长情受热 等到从天陨 从天上堕落下来 又是这个堕落的多 所以人生难等 譬如这里也有举一个P 就好像一只眼睛瞎掉的乌龟 在四大海里面游泳 一百年浮出来一次 那大海上面有一个木头 那个木头上面有一个孔 那乌龟一百年浮出来一次 生头浮出来一次 那这个木头四大海不知道到哪里飘 那刚好得人生的这个 人生的这个机会 就好像瞎掉的乌龟伸出头来 恰恰在木口中 当然这个比喻 我们一开始听到都会觉得 这太夸张了 哪有可能有这个机会 这个木头不知道飘到哪里 但他原来都不知道 这个乌龟偶尔才伸出头来 那就刚好 刚好乌龟的头就刚好伸出头来 木头刚好飘到那里 就刚好进入这个孔里面 机会太少了 但是我们如果想一想 这个六道众生里面 畜生到的数量那么多 你就知道要得为人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么我们今天可以作为人 其实已经走很长远的路来 才有办法作为人 但是作为人也不可能 每一次都作人 不小心又掉下去 你看那个龟尔就好 几百万的龟尔 那大家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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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有到那个出生地 已经死还到还没到一半 已经死一大半了 有到出生地大概只剩下千分之一 其他都死在半路 就算到出生地了也有死在那里 那你是到天上 基本上还是会在剁下来 我们大概可以这么看 就是如果从这样的来讲 人生难得大概就是一般讲六道 我讲五道 如果我们这样看就五道 之前都是讲五道 阿修罗没有别例 那五去基本上是这样 天 那天是 天就是 天就是个太乐 太过响乐 那他太乐里面还有两种 天有两种天 基本上就三种 那是上界 欲界天跟色无色界天 色跟无色都是禅天 色无色界天 色无色界天 那欲界天 欲界天 六天 欲界天 这两个不太一样 这两个的乐都不太一样 那 色无色界天是定乐 他陶醉在定乐里面 太享乐了 陶醉 陶醉在定乐里面 所以他不容易 等一下后面会讲到人的三种书生 他不容易休闲 他就在定乐里面 那欲界 就是欲界为享受欲乐 就沉迷在欲乐 欲乐里面 那这个欲乐就是五义的乐 南宁啊 饮食啊 宫殿啊 唱歌啊 跳舞啊 这些啊 对 他会沉迷在里面 但是很多佛定子 除非你正的出火或正见正上 不然你身上高一天哦 都不太容易在休息 那偶尔佛陶说法 又下来不滑 但是 佛陶走了啊 就又恢复欲乐的生活 就好像说啊 你有拜一个师父 那你师父偶尔来看 那你就陪着他去天罚啊 去参殿 那师父走了啊 一年才偶尔来一次两次 其他时间大部分都在五义当中 有点类似这样子啊 就成五义乐 所以太乐他不容易休息 那么容易堕落 从天上下来 就这里讲的 这个 这个生到天上长期受乐 因为他受乐不是一天两天 他是几千年耶 就变成习惯了 所以他久了久了就麻痹了 就在义乐中麻痹 所以从天云末又是堕落的多 所以这两个都容易堕落 亦堕落 生到天上 亦堕落 那么天上 不堕落的大概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多帅天 因为那边有娱乐不少 一个就是五不环天 社界的五不环天 因为那个是三国的圣者到那边的 那边不会堕落 就三国的五不环天 除了这个社无社界 除了社界 就除 除社界 除两个地方不容易而已 其他的 一个是社界的五不环天 社界五不环天 那是因为三国的圣者到那边就正涅槃 他在那边继续休息 他不会堕落 另外一个是玉戒的 多帅天 那边跟着弥勒普杂一起休息 那弥勒普杂不会让他们堕落 他们就是里面有佛在 不会堕落 那不是佛 那是普杂 未来佛 这个多帅天 这玉戒的第四天 这个玉戒的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十四到十八天 无烦无热 善见善见射就见 那这个是 这除了这两天之外 其他的 你身到天上 基本上玉戒射见多容易堕落 太热 那这里因为有佛法 这里因为有佛法 那他这里的佛法是 不是佛序守法 而是他在 他在这个人间休闲的法去那边 那么习惯 所以这一群人 是证了三国的 不还 不还就是三国的居士 不一定是居士 三国的圣者 他那海都伸到那边去 共业所感都伸到那边去 他在那里就证阿罗汉 杜魏坎 那这个是 这个是米勒普扎家那里 那其他的 基本上 多容易堕落 那这个是 成名毕乐 这个是陶醉定论 那这个是天 那如果像人的话 人又分 人分三种 那一般来讲 人 这种修行的这一种 基本上是苦乐参半 就是我们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 那当然他必须是 身在有佛法的地方 就前面讲的八五辖 苦乐参半 那么我们是从六道来讲 就苦乐参半 那因为这个是太乐 就是苦少乐多 苦非常少 没有什么苦 他也不是没有 就苦少乐多 太过享乐 越上面的越少 就苦少乐多 这里可以说苦少乐多 那越上面的苦越少 那这个人也有分三种的 苦少乐多的 那苦少乐多的就是 人中大富大贵的 有权势 有地位 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的这一种 那么他接近一天的享受 就苦少乐多的 那还有一种就是 乐多苦少的 还有一种 苦多乐少的 就比较辛苦的 乞丐啦 那么一生出来就生病很多 那么这种的 这种就有点像三恶道的 只是有人生 但是受着三恶道的 像畜生一样的磨着 像动物一样的磨着 像鬼一样的磨着 像地狱一样的被折磨 这种也有 那这种是苦多乐少的 那这种也 因为他如果是太富贵 这个苦少乐多 有一点类似 就是遇见的天 所以他也会在沉溺 他的享受里面 所以这样有一些比较 比较富贵的人 因为他们权力比较大 他们的 就是比较小 上游社会 都是那种 到哪里参加宴会 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他们会布施 然后会有善心 但是他们就是要有权力 那么要享受 就比较有这种 所以他也不容易修行 他也是会沉溺娱乐 因为他的热 就是人间富贵的 有点像天上 吃一得一 死死得死 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比如说他觉得这个房子不好吃 我再另外买一间 就这样来 很有钱人 这个不好吃 他也不会折不得 他丢掉他另外买吃的 这个车撞坏了算了 就一台一两千万 撞坏一两百万算了算了 另外再买一台 他也不会觉得可惜 那么这种就是比较 要什么有什么的 那这种也比较没有苦 没有苦不不会离苦 佛法是离苦之道 那这个苦多乐少的 有点接近三二道 等于在这里讲 那重点是在这里 大部分的人是在这里 苦 热 蒼斑 有点苦 有点热 那不能圆满 不能美满 有点幸福 但没有办法美满 比如说我身体健康 这是幸福 但是没有钱 我比较有钱一点 但是我身体不好 我身体健康 那又有钱 但是家庭不温暖 夫妻感情不好 儿子教不听 亲子关系不好 也是像这样 很多不一样 就是人的幸福就五个地方 就是你身体健康 那长寿 这是一个 就是五切 这就是幸福 身体健康又长寿 这是基本的 你没有这个其他 你有钱啊 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吃 你有房子也不能住 你就住医院啊 那这种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有钱 身体健康长寿 然后有钱富贵 有权势有钱 有钱有钱 那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家庭幸福 家庭幸福包括父母亲 对你很好 跟你的关系很好 那么夫妻关系很好 跟子女的关系很好 跟兄弟的关系很好 就包括这几分 这是家庭的部分 多很好的不多 就我这样看来看去 看来看来看去 看来大概五十几岁 看来看去 都很好的不多 有的是父母亲很好 兄弟姐妹不好 有的是兄弟姐妹很和 但是跟子女关系不好 有的跟儿子感情很好 跟媳妇不好 反正就多很多 就是没有办法 很少很少说 都很好的也有 也有 但很少非常少 一万个人里面 我都看不到有十个人 真的 那因为人的果报是这样的 那这种人如果有非常好的 大部分是天忍下来的 就是他过去升天 他那个善行很久 那跟他一起来的天忍 有些是报恩的 那就很好 就 他就会在一个 很幸福的家庭里面 兄弟姐妹 基本上是四种关系 就是对上是父母 父母思长 那平等的就是夫妻 那对下的就是 平等的就是夫妻跟兄弟姐妹 这个 就是对等关系 那对下的就是子女 子孙这些 都很好的不多 那人本来就这样 没有那么好的 那天忍就不是 天忍都很好 天忍这个父慈 父慈母爱 就是便是像这样子孝 父子子孝 母亲很仁爱 父亲又很慈祥 那兄弟姐妹很和睦 那孝顺 都这样 那朋友 那我们说过幸福 基本上是这样的 健康长生 那富贵尊荣 富跟贵有钱跟有权 富贵尊荣 家庭没满 家庭没满 就包括这几个关系 然后第四个就是 事业成功 朋友 朋友之心 这一部分 就是 你的 就是 你的人际关系 社会关系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也很重要 有的人 家人对他很好 但没有朋友 没有朋友 就是 你没有其他的注目 那 就是 你在公司 你如果是上司 你的同事不听你的话 你如果是跟你在同辈的 那你的上司不听你的话 或是你的员工不听你的话 你的老板不听你的话 你的员工不信任你 你的 你的同事不信任你 你都很难做 你没有办法做不起来 一个人再怎么离开也没办法 这个刘备之所以能够三分天下 主要是 他的那些兄弟 他的那些兄弟 都跟他非常好 结义 一个人要成功 基本上都不是只是自己厉害 自己再怎么厉害也有限 所以这个就奠定你的事业 你的社会关系 那这些一部分 你的人格特质 第二部分 你过去结了善人跟恶元影响 那这部分也在幸福美满的一部分里面 就是你的人际关系 还有一种就是你本身的个人特质 是不是聪明 是不是很敏锐 那这个也在里面 那这五个部分 基本上就是 人的一身幸福大概就这个 就这五个美满就美满了 那大部分的人不美满 有一点幸福 小幸福 小确信就是这样 有一点小幸福 儿子很贵心 女儿很孝顺 父母 父母对我们很关爱 大概都有一两个两三个 如果这五个全部都有很少 那家庭轮理就有五个 家庭轮理就有五部分 一个就是父母师长这一部分 父母是一部分 师长是一部分 你的大伯 二伯 你的谁 我有一个同学 他的爸爸对他非常好 但是他妈妈比较早往生 他爸爸在娶的这个太太 对他们就很不好 爸爸对他好 妈妈对他不好 后妈对他不好 哥哥姐姐对他们很好 但是其他的兄弟里面 就是不是他 不是同父同母的 对他们就不好 那这个关系有一点点 就是一样是平辈的 但是又有分 他就是没有办法完全好 有些人对他很好 有些人对他不好 那一般都要好的不多 我看过那种比较美满一点的 那如果到天上 这一部分都不会造成困 不会痛苦 因为他过去行十三 五戒十三 五戒持得不好 幸福就比较没有办法 幸福美满 那你要吗 你十戒持几分 你行善行几分 所以你的幸福美满 就有几分 这个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如果觉得我们在哪一方面 有缺陷有缺憾 我们就把它能补 其实这样 钙不够就补钙 叶黄树不够就补叶黄树 就是这样意思 那你如果觉得你赚钱比较困难 那你就从两点上去努力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 你自己用功努力 精进努力赚钱 第二个就是 你要修一点福报 那福报又从两方面 看不见的跟看得见的 一般世界上的力量都有这两种 看得见跟看不见的 那看得见的 你知道它影响一下 像我们一下 你就电风吹看得见就凉了 那看不见的就是心里面热闹 你怎么吹怎么吹也不会凉了 心里面就很热闹 那这种看不见的力量 一样 我们造成我们的心无缘满 一样有这两种力量 看得见的就是 我们努力赚钱 我们增长我们的技术 技术 我们有我们的专业 然后我们努力打拼 这个看得见 但是有一些人非常努力 非常打拼 做得比别人辛苦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哪一个就是有看不见的力量 那这个必须就是 我们说说 它过去的业 你现在照做的努力 这个是现在的业 就好像你现在每天运动 每天运动 照你讲每天运动 然后注意饮食 你就会健康 可是你为什么每天运动 注意饮食不健康呢 那你之前吃坏掉了 你要健康 你还要恢复 先去掉这个病 才能健康 所以一样 所以你必须要 还有就是你要把你的 过去也许造作的业不好 那么把这些去掉 要怎么改善弥补呢 比如说 你赚钱不有力 那么你是要多修福报 那多修福报是怎么修呢 两方面 福报从两方面 一个就是 能够分享布施 布施有很多种 不一定是钱 钱是其中一个 布施你的能力 布施你的智慧 布施你的勇敢 在他很辛苦的时候 他很害怕的时候 你在旁边陪伴他 给他无畏施 也是一种布施 他在想不清楚 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 你指导他 让他明白布施智慧 他是一种布施 就是你愿意 你愿意把你的能力 用来帮助别人 那这个就会增加你的福报 第二个 第二个 这个就是分享 你愿意分享你的能力 你所拥有的 你辛苦学来的 你辛苦得来的东西 你愿意无条件的分享 不是买卖 无条件的分享 第二个 假设有人起了烦恼 对不起你 你不跟他计较 你愿意原谅他 就是 你愿意帮助别人 那如果别人伤害你 你愿意原谅他 这个也是一种故事 但是这两种不报就会大 就是你不计较 然后很愿意帮助别人 那如果是 如果说那你常常身体不好 动不动就生病 那个就是你的雌心不够 你伤害过众生 那所以你现在很容易被伤害 那被伤害看得见看不见的 看得见的是人 人事 看不见的就是那些细菌 有的没有的 反正忽然之间你就生病了 生病就找到很多医生找不好 像这样 那这个部分你就是要 多护生 那么多救助生命 慈爱生命 常常上班之心 常常要帮助这一些身体 受到威胁 受命受到威胁的这些众生 你不要故意的去杀生 不管就算微小的生命也是要 微小的生命 你伤害他 他仍然有巨大的痛苦 跟你同等的痛苦 那你看待这些生命 就好像看待自己的生命一样 那么你就能够 在这一方面就能够命苦 都是这样的 那家庭的呢 家庭的一样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五界 你不伤害其他人的家庭 不伤害其他人的小孩 那这个就是佛法告诉我们的 那这个就是因果 有很多人很会教其他人 但教不了自己的小孩子 那你只要用心去教别人的小孩 那么就会有 你的小孩就会 刚好还遇到跟他有缘的人 教他 他不听你的 他听他的嘛 那所以就是这样 你就努力 努力去 弥补你生命的缺憾 就好像你要弥补你自己的缺憾一样 你弥补别人的缺憾 就好像你要圆满你的幸福一样 你圆满别人的幸福 这样你就很容易 那但是这个只有人才有办法 其他人没有办法 我们再来看 那这个苦少热多的 一般比较幸福的 但是幸福的不多了 幸福太过了 基本上没有痛苦 他也不够休息 苦多热少的 这个是因为他苦乐参半 所以能够 知苦 能够知苦厌苦 就是要离苦 那这个没办法 太想说了没办法 那能够思维参就体悟真理 能够思维参就 能够思维参就 会想 我们在受苦的时候都会想 都会想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是我 我应该怎么办 我能够怎么办 都会想这些 会思维参就 就是想到你 然后能够 因为这样能够体悟真理 然后能够实践解脱 能够体悟真理 就能够原来是这样 就像我们知道 就是因为 因为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这样做 才能够领补这样 以前我们家很穷 真的是家属四地 我过过那个家属四地 连门都没有 真的 那这个 我小时候都要去捡垃圾 过活 我就心里面觉得 你如果大家都这样 你如果生在印度那个平民库 大家都这样 你就不会觉得怎么样 你没有看到印度那个平民库 那个垃圾 那个实在是 那个比我们的 还惨过几百遍 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很苦 痛苦跟幸福 很多都不是感受来的 都是比较来的 很多都是比较来的 你在那边骑脚踏车 你跟旁边走路的人 你就觉得很幸福 你在跟旁边骑机车的比 你就觉得 哎呀 我很辛苦 那在跟开车的人比 那又更辛苦 很多是比较来的 你一天赚2万块 你跟那个一天赚100块的 你就觉得你很幸福 跟那个一天 一天就赚100万的 你就觉得你很辛苦 你在树下做 你在树下做 你跟那个晒太阳的比 你就觉得很幸福 跟那个吹冷气的比 你就觉得很辛苦 感受 基本上很多是比较来 会增加的 大家都一起 大家都很囚 大家都没得吃 大家都吃泥土 你也不会觉得很辛苦 大家都吃白米饭 只有你吃泥土 你就会觉得很悲哀 反正是这样 我们小时候我就觉得 旁边的人都过得比较好 我们也不是没得吃 我们都 以前普遍是这样 但是刚好 我们旁边住的是比较 比较好的 我从小没有 很少穿过新衣服 没有的 都是很舊的 都吃那种 你以前都吃的 寒纸枪 有寒纸枪 寒纸枪就很好 我们没有 我们有时候是吃那个 去买那个 给猪吃的那种麦 来吃 那更便宜 那个来吃 那个白米饭很少 现在白米饭吃的太幸福了 一圈很少有白米饭 那寒纸枪 整肩都寒纸 几粒的麦 几粒的米 那个时候都觉得 哎呀 为什么这么苦 这些苦到底怎么来的 会想 会想 那脸是这样 我受苦他会想 那我要怎么办 我有没有办法离苦 我会想啊 所以你因为你苦乐参半 有苦有乐 如果全部是苦啊 有时候也不太会想 因为很苦啊 能够思维参究 能够体悟真理 能够实现解脱 就是实现自由 就得解脱了 因为你能够离苦厌苦 离知苦厌苦 然后离苦 所以你才能够 这个是能够知苦厌苦 这个就是离苦 能够离苦 能解脱 所以四圣帝 第一个是苦圣帝啊 他享受没办法 他就在预热里面 他根本就没有 完全没有苦受 这个苦要等到天受尽的时候 五衰向陷 他才开始感到苦 那个是 如果他有一千年 要第999年的时候 开始五衰向陷啊 他才会觉得 哎呀 有一点苦 那个时候 可是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那这个在定热里面 在离定里面 他根本也没有想 更高的 他根本也没有想 等到受孕镜掉下来啊 那也来不及了 那人就有一个好处 苦乐参半 那如果太幸福要看 所以才会想富贵学到哪呢 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不知道不能知苦 不能厌苦 所以就没有办法 休闲 然后离苦 很少 很难 不是完全不可以 他过去中如果 政见比较深 还是可以 那一般没有的话 很难 非常难 那人里面就是三个 那苦多乐少的 跟三二道一样 那下面还有 就是三二道 地狱二鬼畜生 先先鬼道 二鬼道 然后鬼不管是 有福报 有福报 都一样 就比较难 然后畜生道 然后地狱道 这两个都是 苦多乐少 他也有热 他也不是没有热 你看那个小狗 小猫也有热的时候 但不多的是 鬼也有 苦多乐少 跟人比起来更少 那有一些是人 但是过得像鬼一样 过得像畜生一样 有的更辛苦 像地狱一样的 有真的是有的 那这个部分 如果苦多乐少的 就是跟这个一样 那么他苦多乐少 那所以无力追求真理 实现结果 他没有力量 他也想 但是他没有办法 他也没有那个环节 没有那个力量 没有那个智慧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追求真理 实现解脱 就是没有办法离苦 就是没有办法离苦 这有点像什么 这有点像一只黑熊 被人关起来 笼子里面抽那个熊蛋 他也很痛苦 可是他有给它吃 但是他没有办法离苦 像那些鸡来有没有 然后从出生就关在一格一格的梯楼里面 没有出过那一格喔 集体饲养的时候 集体饲养的时候 好一点的放山鸡 那个是还快乐一点 到处非啊 长大了才来杀 那个饲料鸡 那个是整排的 他就站很紧 就是要 生蛋的也这样 一辈子没有离开过 那一格喔 那个鱼缸的鱼也是一样 鱼缸那么小 一辈子没有离开那个鱼缸 你说他幸福 他也很幸福 你说他悲惨 他也很悲惨 不愁吃不愁穿啊 也不用被人家吃掉啊 天天有人喂他 可是他的世界就在那个鱼缸里面 那一只鸡更可怜 就是他的世界 他也不用去跟人家抢 自动时间到就有得吃 但是他离不开他那一格 那一格而已离不开 你看 多少众生是过这种生活啊 他没有力量去追求真理 实现解脱 没办法 鬼道跟出生道 有些鬼也文法 有些畜生也文法 畜生有高级畜生 龙啊 金氏啊 那精灵也怪这一类的 黄银金啊 黄鼠狼啊 黄大仙啊 这一类的 他有些过去的文法喔 那这一类过去有文法的 可能就 可能有离苦 如果过去有文法就有 如果没有 他也没办法 他没办法 他无力 无能 没有办法 所以 堕入三二道 八难之一嘛 前面就讲 他是八难之一嘛 他没有办法 学佛的困难 已经堕入这个 苦多六少 就算他之前有学佛 他要再起来都不容易 所以很多 我们佛教徒 很多都是在超度 超度都是 已经死了的鬼啊 怎么样啊这些啊 都希望透过诵经啊 那透过这些 他能够超度 我告诉你 不容易 真的 没有那么容易 那一般 最好的就是 你自己修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修 生前有力量修 在没办法病的时候修 在没办法 死后七七四十九天 那个时候要修 过了 就比较难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就非常难 非常难 所以 做好会超度那个 那个没有办法 真的就超度 但是有没有力量呢 有时候也对他们 有点利益 就好像 我们一年一度 不是都有 有些人他很好心啊 一年一度啊 那个寒冬救济啊 有没有 就会放他那个什么啊 什么啊 那请那个流浪汉啊 然后吃一餐啊 那你请他吃一餐 那一天他会过得好 最后没办法有 但能够解决他这一生的流浪吗 没有办法 吃你一餐就 一生就不用流浪了 那么好 就来听你讲一次经 参加一个法会 他就能够超度 脱离轨道 哪有那么好 不可能啊 你想也知道 如果轨道 业障比较重 烦恼比较重的 听一次经都可以解脱 那人自己在送的 那早解脱 不要解脱到他那里去了 那个智慧高一点 又烦恼没那么重的 又有新的 你送还经之后 你解脱了什么 你没有啊 当然有些人也有啊 但是不一定都是有 所以最好的是什么 最好的是自己修 那就是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就最慢最慢 七七十九天里面 他要能修 那是还被投胎 如果投胎了 那业果已经决定了 那就要等业果受报件 才有办法 那这个促正道苦多乐少 无力追求真理 实现结果 没办法 那如果是 他有一种 那如果是这种 人苦多乐少的 接近 接近鬼道促正道 他少 他也不是少 少能 就是很少 他可以 但很少 不多 那么太苦 这个是太苦 就是少能 或无力追求真理 少能 追求真理 或 他这个是无力 三二道就没有力量 他少能 或无力 追求真理 是这样 那定义呢 定义 定义 完全没办法 唯苦 无乐 定义是完全没办法的 到鬼道促正道就没办法 定义是不死在受苦中 那你说地藏菩萨不是造定义众生吗 没有 地藏菩萨不是造 地藏菩萨的重点 不是去地狱把众生度出来 地狱不空是不成果 地狱怎么会空呢 地狱要怎么空 就好像监狱 我们就把它比作监狱就好了 监狱怎么空 你去监狱里面 把监狱的人带出来 没有监狱也有没有办法空 为什么 不断有人进监狱 你这样这样 只要让监狱空很简单 让人 让现在的人不进监狱 一阵子之后 没有人进监狱 监狱就空啊 医院能够空 也有办法 你这边不到有人生病 你医生不断把病治好 人不断进来 医院永远是满的 怎么样让医院空 很简单 让这些还没进医院的人 不要进医院 久了一年 两年三年 那进医院的人 一定会出医院 一个是他病好了 他出医院 一个是他死了 他也出医院 久了久了 这边的人没进去 那边的人一直出来 医院一定空 很简单 地狱要空也是这样 这地藏复杀的重点 地藏经的重点 不在于去地狱度中生 没有 你好好看 地藏经的重点是 告诉大家因果 让大家不遭地狱人业 不落入地狱 所以他有跟你讲 所以地藏经叫因果经 那重点告诉你 这个杀生就短命多病 邪影就冤腔割血暴 他告诉你这些 然后告诉你地狱有多恐怖 有多受苦 重点在什么 你不要剁地狱 那怎么样会剁地狱 他告诉你 照这个月 照这个月 照这个月会剁地狱 你不要照这个月 那大家都去地藏菩萨的话 大家都鸿港地藏网 我们告诉大家都有因果 就没有人剁地狱 没有人剁地狱 地狱不就空了吗 那你现在 一大群人去地狱救人 那有一大群人 从人间堕入地狱 你永远就不完 没有可能 你看 所以地藏经的重点 不是在去地狱救人 而是 让人不堕入地狱 这个才是地藏经的重点 很多人不知道 都以为地藏菩萨 专门去地狱救人 不是 地藏菩萨专门让人 想办法让人不堕入地狱 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 没有读到重点 你就会误会 你就会误会 以为地狱不空是不成果 地藏菩萨专门去地狱救人 你再怎么厉害 你让这些人剁地狱 你再把他救出去 也不算厉害 最好的医生是怎么样 还没生病 就让你不生病 还没剁地狱 就让你不剁地狱 你五个人 你废了五年的时间 拉五个人出地狱 这五年之间有五千个人入地狱 你有办法 像监狱一样 你再怎么样发心去监狱 叫这些犯人 你也要等他行其完 出来他做好的 你也不能说 我去把他拉出来 不可能 那既然违反业国理责 你去也是告诉他 不要再造这个恶业 然后让他出来的时候 不会再重蹈覆车 不会再落入地狱 这是第一个 就是让里面出来的人 不会再落入地狱 那外面的人 不会进入地狱 这样地狱就可以空 那这样地狱要空 不是靠地藏菩萨一个人 是靠读地藏经的这些人 就是地藏分身 他去弘扬这一种 因果的观念 造了什么业 会下地狱的观念 让人家知道 不会落地狱 所有的人都像地藏菩萨一样 这么关心 人会不会下地狱 第一个自己不造地狱 第二个 尽量劝人不要造地狱 看见有人要造地狱 马上努力 努力让他不造地狱 这个才是地藏法门 这个才是地藏心的精神 如果没有 第一的人出不来 不可能 一定是他夜境才能出来 如果可以 那四江摩尼果 为什么不去第一 救提伯达多 提伯达多路第一 他应该第一个去救他 要不然阿难也应该去救 阿难是他亲密的 你说他害四江摩尼果算了 阿难正阿罗汉 他怎么不去第一 救提伯达多 提伯达多是云过第一 阿难后来正阿罗汉 他也有能力阿 他也有神通阿 他为什么不去第一 救提伯达多 没办法 要等他行其满阿 夜暴 夜暴受尽才有办法 那所以 这个地狱不是 唯苦无乐 一到落落地狱 就没有办法 他完全没有力量 完全没有力量修学佛法 那么 他不是 这边是义堕落 他这边是义堕落 无力已经堕落 这无力 三二道也是堕落 他没有办法 无力 一样是无力追求真理 与堕落 无力真理 无力 完全没有力量 那这个是还有一 无力 但是有时候还有一点点 这个是完全 完全无力 没有办法 所以从这里来讲 人 这尤其是这种人 他是上身下肚的书名 这是人 人斯文 这个是人 上身下肚 上身 上身就是上身天 乃至于到解脱 下沉就下肚 都在这一份 你到这里 你到这里 你受业的多 他也会造业 鬼跟畜生也会造业 但造业的力量 不大 这个是完全 没有办法造业 你也没有办法造二业 你也没有办法造三业 就好像 一个病人 躺在医院 瘫痪 起不来 他也没办法造三业 也没办法造二业 那你说这个畜生跟鬼 可以 他也会造三业 造二业 但是他造了三业 二业的力量不强 就好像小孩子一样 他也会造三业 他造力量不强 因为他的心思暗昧 力量不强 他真善业也不很大 造二业也不很大 那鬼道还要看 鬼道也会造二业 但是 一样力量不强 那天不会造二业 不会造二业 但也不太造三业 也不太造三业 因为没有什么三业可以造 你看布施 大家都一样 看布施什么 持戒 他自然而然这样 你说 你说这个牛吃草 他也不 他也不吃肉 他也不用说我持不杀生戒 他自然而然就这样 果报上就这样 那所以 他也不用说 我们可以吃肉 我们不吃 他本来就不吃 那类似像这样 那本来就 他们天上的 他不太会造二业 但你也不太会造三业 那这个是 会造二业 会造三业 但造的二业跟三业 没有力量 这个是完全 也不会造二业 也不会造三业 那这个有 就是这个 这个三业少 也不太容易造三业 没有什么三业可以造 那只要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 不管是苦多肉少 苦肉参半 苦少肉多的 造三业的心力都很强 都很有决定性 那这个比较容易得解冬 所以他是上升下沉 上升下沉 你要到三二道也是透过人 你要是升天上也是透过人 上升下沉的枢纽 重点都在这里 所以人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普通人 那么是修行最好的法器 而且是最容易的 那特别是 你又生在有佛法的地方 你又相信佛法 那这个都是 多生 你可以说是累积很久 假设修行是 从一开始到成佛 假设是一百公尺 我们现在至少已经跑五十公尺 你不要看这样 你要成为人 在那么多众生里面你成为人 成为人 又能够遇到佛法 遇到佛法 你不一定就会相信 你又相信佛法 那你又愿意修学佛法 至少你已经跑一半了 那跑到正出国 大概就八十分了 八十公里 甚至后面二十公里 大概这样 那还有一段路 但是百分之九十的人 百分之比如说 比如说他是一百公尺 我们先跑十公尺 百分之九十的众生 没有在前面十公尺 都在前面十公尺以上 确实是这样 你如果好好想 确实是这样 好我们来看 所以他这里讲 流转生死得到人生 是这样的不容易 人生难得 那么现在他讲到人 比天 天看起来比人殊胜 但实际上从修学佛法来讲 人比天殊胜 我们从这个土就可以知道 天是容易堕落的 因为他沉溺在享受里面 他没有痛苦 所以他比较不会去思维 没有思维就比较不会有智慧 没有苦不会勇敢要离苦 就是他比较没有办法 激发出那种勇气跟力量 要离苦 他就很享受 他没有什么要特别 特别要发奋土壤的 不需要 所以他就比较没有勇气 没有办法用精进 因为他没有苦 他不会想要离苦 他也不会去想很多事情 他也不会去记住很多事情 你看病很多的人 他就会记住 这个东西不能吃 这个东西不能吃 没有病的人 什么都吃 他管他那么多 他因为他受过病苦 他就知道 这个 是他很小心 他很小心 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那没有的人 他很健康 他根本就不管你 什么都能吃 有毒他也吃 他也不能回忌 所以这种类似像这样 你有苦 所以你就会思维比较多 你比较有智慧 因为你有苦 你想你苦 你就比较会有力量 要培养力量 要有勇气 要亲近 要努力 因为你别别人苦 所以你会比别人努力 因为你有苦 所以你就比较会忍耐 那修犯恨 修慈戒 你比较会忍耐 这三个 比较会有惭愧心 那这三个心理就是三圣 我们来看 还有 人生虽有种种的痛苦 有种种的不如一失 但实在是很难忍 那人还有四种 人有四种 东圣神州 西牛鹤州 南圆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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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命最短的 一百岁 这个时候一百岁 其他的 东圣神州 两百岁的样子 西牛鹤州三百岁 北聚如州一千岁 南圆福州一百岁是最短的 而且少出 就是 活到一百岁的人不多 超过一百岁的人更少 那三州都这样 只有北聚如州 佛祖一千岁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寿命 应该是一百岁 现在是八十岁 因为一百人减一岁 一百人减一岁 佛陀实在是一百岁 佛陀实在是一百岁 九千五百年了 所以要减二十五岁 所以现在平均说面大概七十五岁 大概这样 所以就减二十五岁 然后越减越低 越减越低 越减越低 再过一百年 又减一岁 七十四岁 再过一百年又减一岁 这样减一岁 减到十岁 那我们现在是在减的当下 依照佛法说的是这样 那确实是这样 现在平均说面大概也七十几岁 大概女中比男中多一点 都好像多 都三岁 都六岁 好像都平均说面 那平均说面 就是说人可以活到哪样 但大部分活到哪样 为什么 水灾 风灾 水灾 风灾 各种灾难 水灾 火灾 风灾 饥荒 战争 瘟疫 所以平均说面大概活不到那么多 尤其像现在第三世界国家 都普通就灾难 饥荒 这个很多 有些地方小孩子活不过六岁 一半以上都活不过六岁 所以我们现在是说平均说 你战争灾难越多 平均说面越低 所以越有后面灾难越多 灾难到了一个层次 大家都很苦了 开始反省 开始行善 开始互相帮忙 然后慢慢又生善法 又活不到开始 一百零这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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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加到八万四千岁 那很长 八万四千岁的时候 弥勒佛就下来了 那个时候出示人间禁毒 大家 释迦佛时代有修行的 有学佛的 相应伸到弥勒佛的禁毒来 没有的当然也没办法 没有的一样 他方世界又开始融合 又开始融合 那个时候还在定义里面的 还在定义里面的 一到他方定义 一样继续受苦 一样 好 那我们来看 他说人生有种种苦痛 但有三件巨经上说 这个是长安的四季经 四季经就有点类似像 基督教的创世纪 世界是怎么来的 人是怎么来的 你说科学应该就研究两件事 世界是怎么来的 最初怎么形成 现在是什么状态 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现在的科学应该就这么来 科学只要也是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世界现在是怎么形态 就是了解宇宙到底现在 宇宙到底有多大 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形 了解这个 然后往前推 最初宇宙是怎么样 变成这个样子 现在这个样子 是从什么原因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状况变来的 最初是怎么样 然后这样一直发展 发展到最后 会变成怎么样 研究这个 这是第一个 研究世界 现在的世界是什么状态 怎么形成 就是世界的原型 第二个研究生命是怎么来的 现在的生命有哪些 哪些地方有生命 这个地方有生命 地球有生命是有的 还有其他的星球 有没有什么 是不是也有生命 如果有是什么形态 为什么 就是现在生命的形态是怎么样 生命是怎么来的 是从有机物 无机物转成有机物 然后慢慢慢慢演变 从海里慢慢演变上来的 还是神创造的 还是种种原因 有非常的多 生命的缘起 生命是怎么来的 现在是什么创造 现在有哪些生命创造 以后会怎么样 这个科学主要就是研究这两大方样 就是生命的现状跟未来会怎么样 以前最初是怎么样 世界跟生命这两大方 你看就研究这个 这种 其实这种佛陀 找在普及诗下告诉你清楚了 他已经告诉你清楚了 那记载这个世界怎么来的 生命怎么来的 基本上就在世纪经里面 藏阿蓝的世纪经 就有点像创世纪 他讲得更细就是了 创世纪还简单讲一点 他就是说上帝用了 用他自己的形象造人 就是上帝 人是上帝创造的 那怎么创造 依照上帝自己的像 所以人跟神 其实是同样的形 他有两棵 最初在伊典圆里面有两棵树 一个叫智慧之树 一个叫生命之树 那个智慧之树 千交代万交代不可以去吃 那为什么要没有智慧 吃了智慧之树有智慧 就把他赶出院 这很奇怪 大概讲这样 那佛教不是这么讲 佛教是说 这个地球的人 最初是从观明天来的 来了之后 因为享乐 这个身体慢慢变得出 就回不去 然后开始 本来是稻米 稻骨都自然生成的 随时想用都有 可是有些人就起胎心 因为你随时采随时有 他都要起胎心 采多一点拿回家放 就要拥有 慢慢慢慢大家都开始 你要我也要 就蒸了 开始慢慢蒸了 然后就开始造恶业 然后慢慢慢慢就开始有六道 就讲这个 那世界是怎么形成的 他也讲 刚开始是什么轮 什么轮 然后慢慢慢慢 形成地球 他讲这个 四季星 那当然这个是跟印度文化也有关系 那中国的就不这么想 中国就是盘谷开天地 鱼蛙炼天 神龙藏百草 好像就开始是这样 他也有一套传说 那他说经上讲人的意念 那这个就是在长安安经里面 他讲到有世界有人有四大洲 四大洲的人各是什么情况 天有几天各是什么情况 寿命多长 身形多大 吃什么穿什么 讲这个 那他说经上说 那里面 里面这一部经里面就讲到 人有三种殊胜 这三种殊胜 三二道不及人 天道也不及 那三种呢 意念胜 犯恨胜 情有胜 那当然有 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这种是综合的说法 意念胜 犯恨胜 情有胜 那这里讲到什么叫做意念症 意念就是能够记忆 保存记忆 能够意念过去 保存历史的经验 因为人类的思考 其实他就是会思考 会记住 你说你病比较多了 你就会记住 这个我不能吃 这个不能吃 这个会造成这样的痛 就会记得比较清楚 那因为人的思考力 推理力特别发达 这个叫做意念胜 意念胜就是人的智慧 比较利 跟其他的天人一起 因为苦 所以其他佛国境里的菩萨 身形都很大 然后很殊胜很光明 那娑婆世界的菩萨 身形都很小 比较没有那么光明 是不是 可是 如果他方佛欧土的人 要来到这个娑婆世界 来参观这个释迦佛力 他们的佛就会跟他讲 你记得去的时候 看到他们的菩萨 你不要看不起欺瞒他们 这些菩萨一个一个都智慧利根 智慧利根 为什么 他比较苦 比较利根 所以他都会告诉他们 你去问到释迦摩 你扫病伤了 众生异度 但是你记得 你记得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很大聚 他就说 这些菩萨 那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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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会觉得 不舒适 你千万不要小看他 每一个一个都智慧利根 你这下课 谢谢